現在在拍星星 然後每天幾乎是每天都在拍 因為大家希望可以趕在農曆過年前可以殺星 哇 所以這個戲大概什麼時候會上 預計是一月 然後目前預計剛好是我的生日 1月5號 對剛剛好 然後叫姊的時代 希望大家到時候音樂如果如期上映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真的喔 那如果因為我是覺得要演戲 又要唱歌 這是完全兩個不一樣的身份 你會不會有時候常常會覺得說 我整個人精神錯亂一下是歌手 一下又是另外一個人 而且那個人不是原本的我 很容易錯亂 會打結 對演戲因為有時候必須投入 然後又是長時間 的確有時候會特別影響 就是來回的時候 其實說實話自己 沒有非常喜歡在拍戲的時候 常常出來表演 不是不喜歡表演 是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需要非常專心 那有時候回來的確多多少少 會突然被影響一下 就是會分心的感覺 因為已經投入到那個角色 是另外一個人 已經進去了 然後他能問你一個問題 很直接 如果今天給你選擇 演戲跟唱歌 你選擇哪一個 我覺得其實這當然很難選 但 欸我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粉絲 你們想看小樂 唱歌多一點還是演戲多一點 唱歌 唱歌多一點 但是眼睛你們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小樂 要嗎 是不是想給答案 好 那你 我自己的話 如果 因為其實 當然我覺得 應該不會有需要做這種選擇的時候 但如果一定要選 我可能 會選擇當 還是當歌手 就是 因為自己 從小就喜歡音樂 然後非常喜歡 跳舞 然後也喜歡表演 喜歡舞台 我覺得兩個工作的成就跟 得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可是歌手是一種很當下的享受 是 自己很喜歡這種 當下 enjoy 然後在舞台上的感覺 對 因為我一直很記得小樂有一個影片 就是黑的歌偷拍你 然後你在公司彈鋼琴 對 哇賽 看他那個背影 哇賽 帥死了 沒有就是 自己當然就是 是很喜歡音樂 只是說接觸演戲之後 其實也覺得演戲這個工作 好 我們馬上要開始了 我們馬上要開始了 OK 要看三個